这个庙会 这个庙会整体带来的 最重要的我们旅游业 有了文化街的活动 那么更多的游客 向往这边慕名而来 今天这个游行 是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顾名思义 庙会 我们将这个庙会的起点 这个游行起点 放在广福庙 来做这个游行的路线 其实差不多有一公里之长 我们所知道 那么起点之后 我们尽量的绕到每一个街道 文宗的主要街道 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让全民的一起 共同的欢庆 同时共同的欣赏 我们今天所刺激的这个滑车游行 我们今天所刺激的滑车游行 看得太高了 买了 看得很高了 我看得很高了 昨天外国家都一床 看得很高了 看得很高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富翅味 不然那些都没有看到 对 我来马来西亚是第三个年 都是参与观光局的活动 那尤其来到这一个文东 哇我看到喔 这年的味道 好浓好浓喔 就有一种那迎新春的感觉 当我一踏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喜气洋洋 第二个感觉就是人很热情 他的学习非常的认真 当我一教完他们的时候呢 都涌过来说要照相 我觉得非常的愉快 我觉得这个庙会很好 因为这个庙会喔 可以带动很多人潮 可以参加很多活动啊 而且会增加我们的生意量喔 因为有了文化街这个平台 带动我们好像在新年这个期间 尤其是今年开始 会带来给我们 很多很多的那个新年气氛喔 我本身是文东人 是四十年前在高洪波做工 十几年前回来文东 年少节不同 不同了以前 以前是很静的 这两年就很热闹了 又是今年更加好像很 是金碧威王啊 特别是隆地新年 对我们华人来说 是一个大学生 大型变 这个庙会呢 整体带来的呢 当然商机是肯定的 那么另外一点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旅游业 我们旅游业 我们旅游业因为有了这个面会 有了文化街的活动 那么更多的游客呢 向往这边慕名而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是值得我们感到骄傲 从此我们会持续下去